亚洲大人秀舞台上 表演者手中的大环不停旋转 使而双脚悬空快速转动 或者面部朝下几乎快清到地面 金色大环仿佛有了生命 人环合一 这招很吃腰 他是杨世侯 靠影片自学 四年来几乎每天练习六到八个小时 2014年首度开启国外演出经验 今年二月底登上亚洲大人秀进入复赛 原本热爱街舞的他 从没想过会踏入表演艺术 一般人别说站在大环上 光是推着向前都像是肢体障碍 就连只是站在上头 靠专家来旋转大环 还得克服离心力 我掉下去了 而且手会有点 手会有点出力的感觉 对就是右手会伸 果然还是得让专家来 这招Superman双脚悬空手的重心 要稍微往前倾 另外这招后臂悬 整个人两天旋转 必须由腰部向上 拱住身体维持重心 配合四肢出力转圈 除了得熟悉重力转换 初期经常动不动就会头晕 其实前面三个月是最痛苦的 因为那段时间我转他一定会晕 所以我每一次晕 我都吃晕车药 为了加强与大环的默契 练习过程中不仅手指欲轻 最连脚趾也被撵到受伤 也因为杨世豪的稳扎稳打 让他登上了国际舞台 记者华超平线为新北市报道